當你知道他有罪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告訴我自己說 要去幫他辯論 出發點在哪裡 他已經有罪了 那還要辯論 罪有輕重 法條的法定刑 還是有一定的 就是檢察官通常會判重一點 就是申請重一點 希望法官判重一點 然後你們就要跟法官講 沒有 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 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 也不是這樣子講 我覺得就算他今天 是一個犯罪的人 他也有受到法律上來 到法律上有一個公平的 受審的一個權利 都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情緒進去 就是覺得 對方被害人很可憐 像這樣案子我寧願不要接 就是我覺得 會讓我講話不能大聲的時候 我就不接 當你知道他有罪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 告訴我自己說 要去幫他辯論 出發點在哪裡 他已經有罪了 那還要辯論 罪有輕重 法條的法定刑 還是有一定的 就是檢察官通常會判重一點 就是申請重一點 希望法官判重一點 然後你們就要跟法官講 沒有 不是這樣 不是 應該是這樣子 是不是 也不是這樣子講 我覺得就算他今天 是一個犯罪的人 他也有受到法律上來 到法律上有一個公平的 受審的一個權利 所以我們保障也在於是說 在這個訴訟程序裡面 他是受到一個合法的一個對待 對 所以我們就基本人權的保障 那至於最終他的罪行 是應該判得多重 其實這不是我們律師的事情 而是由法官來 依照調查證據的結果 所做的判決 可是難道你們一向都那麼清楚啊 都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情緒進去 就覺得 對方被害人很可憐 像這樣的案子 我寧願不要接 就是我覺得會讓我講話 不能大聲的時候 我就不接 譬如像我有時候 像過去我幾乎是比較少接 在婚姻事件裡面男生的案件 因為我覺得在我的立場上 我是比較維護女性的 所以你要說這個男生 律師有個性格叫問問 就對任何事情你都會去質疑 對 那因為我們辦很多婦女案件 就覺得這個男生講話 是不是你自己有外遇啊 是不是 當我開始自己有這樣念頭出來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要接這個案子 因為表示你不信任這個人 我可以做這樣的篩選 像我覺得 我之前辦過一個 淹毒案件 我記得他一審被判七年 但是案在證據上 確實是有瑕疵 是因為 警察局去他家 沒有收到任何毒品 驗他的尿 也沒有那個毒品的反應 可是有三個證人指稱說 我都是跟你買的 所以他一審被判了七年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沒有不夠證據的 只有這些人證 都沒有扣到任何東西 所以我接了這個案子 那後來二審他是無罪的 可是讓我自己感覺 我就覺得 我感覺啦 這個人還是跟我堅稱說 他是沒有賣的 不是他賣給他們的 但是自己在後面 一直打官司之後 我覺得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打完那個案子之後 淹毒犯我就不接了 那你不能這樣啊 我就不接了 那你接到最後 都永遠不接了 最後只接那個 不會啊 我現在還是很多案子可以接 不是 我就... 你看你現在驗個犯不接了 強姦犯不接了 對啊... 那接下來 強姦犯我可以接被害人喔 像你們在打官司的時候 真的會像電影裡面 雙方這樣吵起來嗎 現在會 應該是 以前其實整個述動程序 重視的是壯子 就是每個人 法官是這樣 你去法院看 門口貼的那個停期表 大概是每隔五分鐘 甚至十分鐘 就開一個停 對 對不對 每隔五分鐘 你看看 這麼棒 對 開一個停啊 對啊 然後開停有個討厭的 比如說他跟你說兩點半 你可能要等到四點鐘 走過去兩點半 我哪也去開過啊 就是直接開進去 你幹什麼的 你跟我約兩點半嘛 你怎麼樣啊 你自己遲了對不對 你不能這樣 我跟你講 你們法官不可以這樣 你們法官太棒了 你們現在有遇過這種香巴了 直接中到的法院 常常嘛 因為它是一個東西就是 你到那邊還要先跟法警講 之後他就跟你講幾庭嘛 那幾天你要找到那個 庭裡面的一個人去報到 到門口都是坐那種 都是那種 很多都坐在那邊這樣 狠的那種 然後就趕快進去好了 一開門 幹什麼啦 結果有一個... 因為認識嘛 原來... 你現在報到 你第一次來 我沒有來過 你在旁邊坐 那一段時間最痛苦 旁邊經過的都是那種 什麼狠的 不要開門 不要抬頭 你不是要打電視 不是 不是 有人會當情跟法官嗆起來嗎 會啊 很多人啊 都會嗆起來 那種應該就... 那不是完蛋啊 那個白幕啊 他大概就有的 大概就分兩個啦 民事庭跟法官嗆的人很多 民事庭 因為不會被關 不會被關嘛 我只是要據理力證 我如果講不大聲 法官你可能已經睡著了 就像我剛剛講 五分鐘到十分鐘 法官是問你說 狀子上都會寫囉 好 都會寫 那就好 下次停息什麼時候 或是問你有什麼要補充的 你是很短時間 可是就像陀宗康講的 可能他去已經兩個小時了 我等了兩個小時 我腦中已經背了一篇稿子 要唸出來 結果法官就不會讓我講 他就會覺得很郁悶 他覺得他應該講出來 他要讓法官了解 這個案子是怎麼樣 那甚至可能當事人講的東西 其實是法律不要的東西 你再抒發情緒了 我跟你講 我長起來我肚子很痛 然後我拉了肚子 然後我再來 你知道嗎 然後他那樣罵我 我當然會生氣的啊 所以他不需要知道這個案子 對 他可能法官 不要的是這些東西 但反正你不要再說 他就會覺得 你叫我來 又不讓我講話 對 那就會槓起來了 其實我們律師有時候 也會有人身安全的問題 那法官就會請法警 幫我們開罩 對 保護安全 讓我們離開 律師 先走 我頂住 什麼 那個是什麼犯罪 其實真的有些被告 有些對照是很不理性的 我還記得我一次跟一個女孩子 也是一個性侵害的案件 我跟女孩子先離開了 然後這個男孩子 我們沒有預期到他會來威脅我們 他就跟著我們後面走說 最近車子好多喔 就一直跟著你 然後跟你講 最近車子好多 你們要小心 其實你就會有壓力 這是威脅 威脅啊 就是恐嚇 他是笑笑的告訴你 然後你就跟警察講說 譬如說我就跟警察講 他說他恐嚇我 他說最近車子人 他說沒有 沒有 我是好心提醒他們 他們走在馬路上很危險的 對 其實你會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通常像這樣的案件 你預期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跟法官講 就是說讓你們先離開 然後五分鐘之後或十分鐘之後 再放這個人離開 都OK的